大家好 我是超远游戏结束啊 欢迎大家收看超远的视频啊 这场比赛给大家带来 邱剑良对战巴西腿王 威尔森贾文的一场比赛 咱们看一下 两个人刚上了以后 还是非常非常的啊 激进咱们看一下啊 贾文啊 号称巴西腿王啊 这场比赛啊 来华挑战邱剑良啊 邱剑良啊 他这个腿法也是非常犀利啊 说邱剑良是中国腿王 不为过 所以咱们看一下 面对巴西腿王啊 邱剑良频繁的施展腿法啊 好 左右勾拳咱们看一下 邱剑良 哇 鞭腿啊 在腿王面前使用腿法啊 感觉十分爽 哇 大家可以看到 威尔森贾文还是 使出了一个挑衅的动作 两只手臂放下啊 左右的虚幅 我们看一下邱剑良后手重拳 连环重拳的鸡狼鞭腿啊 你不是腿王吗 那咱们就逼逼腿啊 在赛前 威尔森贾文也说 跟邱剑良相比来说的话 他的腿法应该是占有绝对的优势 但是这场比赛好像不是这样 我们看一下 啊 威尔森贾文现在也是现役的巴西第二高手啊 哈哈哈哈 咱们看一下 边腿哎 漂亮 连续边腿的鸡打 哇 邱剑良的这个腿法十分洗礼啊 啊 作为腿王啊 这场比赛是被啊 邱剑良的这个腿法是啊 打了个啊 万朵桃花开 咱们看一下连续重拳的鸡打 后手重拳 邱剑良 显得非常非常雄亥 连续直拳的鸡打啊 力度非常足 直接击倒 哇 说好的腿王和拼腿法呢 哈哈哈哈 邱剑良这边啊 虚黄 后手重拳 连魂重拳 哇 连续重拳的限制 直接击倒 哇 整场比赛来说的话 邱剑良也是占有绝对的优势啊 啊 邱剑良这下有点激劲了 倒了自己还乐了 好 咱们看一下 后手重拳啊 但是从点数上肯定是邱剑良 才有绝对的优势 结束啊 一个非常啊 好的这个 比赛 献给大家两个人赛后 还是非常的这个友好 好 恭喜邱剑良